美女妳好可以打擾一下嗎 我是街頭秋比特 今天我在錄製沙坡的特輯 可以幫妳找一個 妳的理想型 呃 沒有不用謝謝 好的好的 謝謝 呃 妳好美女可以打擾一下嗎 我是街頭秋比特 今天在 Girl 天天為妳寫的故事 Listen 生日當天偶爾拉慢場景 星光伴隨英雄樹和靈魂的長影 秋比特已經連接集中帶著心靈 愛情中心突然來錄製強盡 鼓起勇氣迫起前期為妳打散 微光奇跡撲滿滑入的櫻瓜瓣 果不是妳心想想像麻煙的柵欄 只想請著給妳戴上這套花環 情場失憶也就算了 不知道這次來到非妳莫屬的舞臺 各位boss會為我留燈嗎 王帝 福建人 南開大學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頁 主持人好 各位老闆好 我叫王帝 剛大家看到這個片子呢 其實是我最近在做的一個視頻項目 我覺得找工作和談戀愛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的求職方向是短視頻編導 以及新媒體 希望各位老闆能給我一份安全感 謝謝大家 好 歡迎王帝來到非妳莫屬 謝謝 這個妳剛才拍的這個視頻 我沒太看懂妳這個視頻 想要表達的意思 能不能再給我們來解釋一下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快三十歲了 但是一直沒有女朋友 家裡人和身邊的朋友們 也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好像形象象也不太差對不對 那妳問一下十二位企業家 大家覺得她的形象怎麼樣啊 挺好的 挺好的啊 有沒有不同意見 我覺得就那樣吧 覺得就那樣啊 身高是還蠻有優勢嘛 現場選一下妳喜歡的女孩類型 在我們幾個女朋友當中 妳不是沒有女朋友嗎 妳從台上的這些女企業家當中 選一個類型 我覺得 這邊有特別知性 這邊有稍微中性 那邊呢 又很像 等會兒 稍微 中性 我這裙子妳看不見嗎 就 不是妳說話注意一點啊 她說我的是知性的代表 妳是中性的代表 不是 送不分題嗎 不是 還是說這邊是稍微知性的 這邊中性的 我很不愛聽啊 所以人家到現在沒有女朋友 我覺得 可能我沒有女朋友的主要原因 是大家都太優秀了 我覺得自己配不上大家 這個回答還是不錯的啊 柔聲音很強的 那個 一個女朋友都沒交過啊 真的是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呢 自己有想過嗎 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也會覺得喜歡一些姑娘 但是因為我可能相對內向一些 並不善於表達 再加上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去學習怎麼去追求女孩 妳沒女朋友是妳追了沒追上 還是妳從來就沒追過人 其實也追過人 追過就沒追成是吧 對 追過多少個 嗯 一兩個吧 一兩個 最長的多少時間 嗯 一個月 一個月 最長的一個 有人追過妳嗎 沒有 所以她還沒回答我剛才問題 妳喜歡什麼類型的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型口味 對不對 我喜歡性感型的 那妳的意思就是今天我們台上沒有性感型的 其實我第一次喜歡女孩子的時候 是喜歡像您這樣的 但之後呢我又喜歡了第二個姑娘 像這一位這樣的 那之後呢我可能想嘗試去追這樣的姑娘 但是我覺得不敢 好像後面又遇到了這樣的女王 那我覺得自己還是繼續單身吧 王弟剛才這個回覆 就是你一上來 其實我們是有點先熱個場開個玩笑 我覺得最開始的那個回答還挺正面剛的 我當時心裡說這能不能做新媒體 後面這一段呢還挺新媒體的 是吧 用一種戏削的方式 調侃一下我們賽場的女嘉賓 要不然剛才那話詹怎麼往下接呢 她反應還是很快的 還是拐了彎的 還是拐了彎 但是妳反應速度這麼快 但是在視頻當中沒有感覺到 就是給我的感覺特別內向 妳去做新媒體做這個策劃 然後說實話 這個視頻給我們感覺有點懵 不知道妳要表現什麼 就是妳這段視頻 跟妳求職感覺沒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啊 我幫她解釋一下 因為我剛才在專心看她的微博 這應該是她最新的一個 算她自己製作的Vlog 然後她的Vlog其實算不定期的在更新 還算比較勤快的一個人 但是確實有他們說的那個問題 就是妳展示這麼一個Vlog 大多數在場的人只能看到這一個 就妳得給告訴我們 因為這不是才藝展示時間 這是自我介紹時間 是這樣的就是 妳現在做了這麼長時間的這個Vlog 有沒有一些商業的機會找到妳這邊來 暫時還沒有 我為什麼問妳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 我們這邊確實在招這個新媒體的崗位 包括短視頻方向 但是說實話 從剛才這段 這段妳的這種介紹和 我沒有看到妳的一些亮點 說實話 而且我看到妳年紀也不小了 而且妳學校其實也是很好的一個名校 但是說實話 確實沒有看到妳的這個過人之處 或者說妳的亮點 其實我感覺是這樣 那個姚維 我覺得這個王帝呢 妳今天準備我感覺是不是不太充分 妳在來這個面試的時候 妳並沒有把妳最好的作品展現給我們 而且展示開場的Vlog 其實是給妳減分的 因為妳閃視的東西 我們根本看不到任何內容 只是修了一些妳的這個剪輯能力 丘比克 對 大家可能覺得我 為什麼開場要放這樣一個片子啊 可能大家覺得很詫異 那我覺得開場的這個片子 那更多的是 我要向大家傳達的是一種態度 然後我覺得這其實 也會引起很多的共鳴 我覺得不光是我 很多年輕人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感同身受 那包括我對找工作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和找女朋友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也希望我可以繼續和大家坦誠相待 王帝 剛才妳的這番進一步的來解釋自己 我真的是 反正至少我心裡這盞燈已經為妳滅掉了 首先 妳不能夠把找女朋友和找工作這兩件事 混為一坦 其次 視頻結束以後至少我沒有get到妳的態度 我沒有看到妳的態度 妳都沒有告訴我說 妳要找的這個街頭丘比特 妳是要幹嘛 妳連妳的這個身份的利益 都沒有解釋清楚 我給妳的建議就是 在第一輪行將結束的時候 我希望妳總結剛才的不足 在第二環節天生我有才當中 抓緊時間 抓住機會 好吧 我們第一環節就到這裡 來 12位企業家 請選擇 好 在第一環節的最後 台上還有五盞燈為妳留下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第二環節 天生我有才 我其實想問一下王帝 因為我看了妳的Vlog 我看了妳的Vlog 幾乎所有的我都看了 其實妳做得不錯 因為在微博上 妳自己一個個人 能積累起來 一萬多粉 並不容易 現在在微博要長粉不容易 妳的每一個Vlog的互動量 都至少在幾十的量級 其實是OK的 但是我擔心妳的問題在哪兒 就是妳說的 跟找工作跟找女朋友一樣 就是妳不關心市場 妳不去做抖音 妳就在那愣愣地做Vlog 妳有做B站嗎 沒有太研究過B站的 所以妳想妳要做Vlog 妳就在微博上做是遠遠不夠的 我確實沒有給大家可能展現的特別美好 我的我的好的一面 拋掉剛才過去的所有不愉快的記憶 抓緊時間 還有PPT對吧 對 來看一下大屏幕 這其實講的就是我在開頭放的那個片段的完整版 我的策劃方案 這個視頻的系列叫做美食丘比特 然後我想了做這個視頻我需要有三步走的方式 第一 這個視頻的核心還是要有人 那怎麼去找到人呢 我可以 確實可以在街頭像第一個片段一樣隨機去找人 那第二呢 我也可以通過一些外聯的方式 比如說一些社交APP 當然第三如果我這個賬號做起來之後 我有一定的粉絲基礎的情況下 我可以直接在我的官方媒體留言征選粉絲來加入我的視頻 那第二就是我覺得這個視頻的核心還是要有它的場景和話題 那比如說廈門 可能我覺得要找一些代入感強的大家能知道的地方 比如說鼓浪雨啊 沙坡尾啊 中山路 海王公園這些地方 那當然我覺得有這些還不夠 然後這個視頻還需要一定的話題度 每一期視頻的不同的問答方式可能會有不同的話題展現 那有了這兩步之後呢 第三步就進入到配對和吃播 我覺得還是要盡量完整真實地展現當下男生和女生配對的情況 那如果他們兩個互相喜歡 我會安排進一步地去找一家飯館 或者我買一些比較有特色的食物來給大家做一個試吃 就是我其實覺得剛剛這個PPT剛好印證了剛剛徐磊說的那個問題 就是對市場不敏感的問題 覺得你的所有的這個選題啊 素材都是圍著內容說的 第一 你的平台在哪兒 就是你做完這個東西你在哪兒放 那個平台上內容一定是有它的內容要求的 第二 你的用戶是誰 就是你放的這個你的用戶畫像 你是給誰看的 決定了你到底選什麼題怎麼播 是不是配對和吃播是它的亮點 所以在你所有的內容設計之前的第一步 其實在裡邊是完全沒有沒有利益的 所以如果它可以延續 像你說的在我們各自的這個平台上 如果有延續可能性的話 也最好對我們的我們各自企業 有一點點了解 所以我們剛才面登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的這個裡面寫意向企業是暫無保密 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暫無是沒有 保密是由我不說 完全兩個觀點 就跟剛剛展示的PPT是一模一樣沒有邏輯 你能回答一下 你剛才的那個展示的PPT打算在哪個平台 我就知道你對新媒體 真的有沒有研究過 是的 其實我覺得理論上在B站和微博上 會更合適 當然我覺得我的視頻素材 可以剪輯成不同的版本 那同樣也可以發送到不同的平台上面 但那就說明你對新媒體平台是不夠了解的 就以我自己的潛見 你最適合小紅書 因為你做的是種草 今天種草最合適的是小紅書 你在微博上種不出來草的 微博是快速瀏覽過了就過了 你要上能上熱搜 那你算厲害 但是小紅書是一個有點檢索類的 就你要去研究每個平台到底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 你對直播有研究過嗎 因為像這種探電是可以做直播的 沒有嘗試過但是會看 那看不行 因為你要成為從業者 就要從觀眾變成創作者 這是兩個不同的角度 所以你還得多努力 這樣啊 我來救你一下 如果今天你在這裡 被非你莫屬節目錄用了 你要做非你莫屬的自媒體營銷 或者新媒體運營 你來出一個大致的口頭方案 你準備從哪些點來打造我們這款節目 在自媒體平台 我覺得首先大家可能知道我做Vlog 做了很長時間 那我覺得會有一個小編用他的第一視角 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非你莫屬》是怎麼樣的一個製作流程 這是一個很有的一個方面 一個板塊 那可能還有一些板塊 比如說一個叫王帝的人 在這個舞台上被各位批得很慘 那慘到什麼程度呢 就也可以有這樣的一些吐槽的點 那我覺得這個可以放在一些短視頻平台上 比如說抖音快手上面也可以做一個傳播 那當然還有更多的正能量的方向 就是各位企業家 對一些職場觀點的一些解析 這可能也會有一些相對長的一些版本 那可能我覺得或者一些小的職場 就像職場健康課一樣 也可以在短視頻 以及更長的視頻平台進行播放 那這是三個板塊 那其實還會有更多的板塊 你知道我們非你莫屬剛剛有新的主持人了 大衛是新的主持人 是的 你看非你莫屬 我相信也不是今天才開始看對不對 對 那麼你從主持人更迭這個過程裡邊 有沒有新的話題能夠帶出來 你想圖壘嗎 你就是問我還是問段東 我說可能有一個話題就叫 就叫 這就是那個話題 就叫你想圖壘嗎 你想圖壘嗎 我來回答一下 這個話題我還最近真關注 對 為什麼呢我這個身份在這擺著 我是非你莫屬的新主持人 對 對於觀眾們來說啊 他難免對一個節目有慣性 他會首先 他對於這檔節目有沒有變化 他可能感受是其次的 最直觀的就是 他對於主持人的變化 他會有很直觀的感受 我也看了一下 也了解了一下 這個在優酷平台上呢 喜歡我的和喜歡圖壘老師的相比呢 喜歡圖壘老師多一點 但是呢不喜歡圖壘老師的和喜歡他的比 不喜歡呢要多一點 所以呢我就預料到我以後的職業生涯呢 就有可能是要不圖壘老師的後塵了 當然呢我希望自己呢能夠努力追上圖壘老師的步伐 達到他事業那樣的高度 因為他也是前輩值得我學習 但是我想說呢他剛才的這個回答呀 不能夠抓住大家的這個注意力 不能夠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你想圖壘嗎 你這個問題一問出來 對於我們主持人來講 訪談節目最害怕的問的就是那種封閉式的問題 對 你這個問題一問出來 你想圖壘嗎 圖壘是誰 你想圖壘嗎 我不喜歡的 你應該問的問題是 你了解非你莫屬的新主持人嗎 首先你傳遞了一個信息 這個節目換主持人了 其次你留了一個問題 這個新主持人是誰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 你肯定自覺不自覺的會問一下 這以前節目主持人是誰 別人說是圖壘 你又把老主持人帶出來了 這樣一個四通八達的問題 可能對於你去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我個人覺得會稍微的強一點 當然我的觀點僅供參考 我覺得大家一直都在想著 往那個策劃的方向去引導他 其實王帝是一個執行型選手 你讓他做什麼 他應該能把這件事情完成得很好 有頭有尾 有匯報 有結果 大家就不要再給他 再有一些新的什麼期待了 接下來請台上的企業家 再次做出你們的選擇吧 好 恭喜你 直接進入到第三環節 談錢不傷感情 最後為你留燈的是何文 王帝其實我看了看 你一共工作了六年時間 然後這個短片呢 其實我覺得我看懂了 其實他看了所有的女孩都在拒絕他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想十二盞燈都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他的短片和今天的工作呢 他是其實有一個成上起下的內容 他想把這個轉接下來 而且我覺得他沒有用什麼抖音技術流啊 那些轉場那些音樂 他用他自己朋友的Rub來進行配樂 然後用他自己的那個親身拍攝的經歷 我覺得他還是有自己的創新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自信 這是我覺得我喜歡他的一點 第二點呢有很多老闆說他可能沒有定位 沒有調查 恰恰是因為我們企業已經有我們自己的平臺 有我們需要宣傳的內容 缺乏這樣的人用自己的東西 創造出這種產品來給大家看 所以這是我其實一直很想挺他的 現在呢我希望給你留一個 視頻剪輯的位置 我能給出的一項薪資是五千元 基礎底薪 OK 那麼給你十秒鐘的考慮時間 上前和他握手 或者是謝謝再見 來 請考慮 好 請做出你的選擇 謝謝 那就是拒絕了何文 對 好 行吧 不管怎麼說 希望今後我們在微博平臺上能夠看到你更多精彩的表現和上程的作品 好吧 再次感謝你來到《非女魔術》的舞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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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